老婆子,咱们那个拆迁款也下来好一段日子了 三个孩子要怎么分,你到底考虑的怎么样了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我也想早点分给他们 省得夜长梦多,可我又怕分错了 到时我们俩后悔,哭都没地方哭 算了,别想那么多了,索性把三个孩子都叫回来 三百万任由他们平均分了 这可不行,两个儿子是我们亲生的 而女儿可是我们在垃圾堆里捡来的 俗话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我们不用分给她 依我看,就偷偷把两个儿子叫回来 他们一人一百五十万吧 这是不妥啊,咱们女儿虽然是垃圾堆捡来的 可她是三个孩子中最孝顺的 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 再说了,虽然她嫁人了,好在嫁得近 这些年也都是她回来照顾我们 反倒是两个儿子,自从结婚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逢年过节也很少主动打电话给我们 这都几年了,再瞧瞧女婿平时家里的脏活累活 只要一个电话,她二话不说就来帮忙 从来没有抱怨 那倒也是,所以我才思虑了这么多天了 又觉得儿子是亲生的,想都留给他们 可想想闺女又觉得内疚 不用内疚了,就按我说的做吧 把三个孩子都叫回来,让他们平均分了 可闺女毕竟是别人家的了 我实在下不好决定 你不好拿主意,可我心里明镜似的 平时你要是有啥不舒服的,不都是女儿女婿送咱去医院的吗 他们既出钱又出力,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 去年你得了肺结核,两个儿子知道后都不回来 最后是女婿自告奋勇,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去医院照顾你的 女儿更是不辞辛劳,每天做好饭后给你送到医院 在他们的精心照顾下,你的病情才会好转那么快 所以,你可不能这么偏心 三个孩子一定都要有份 否则以后我们怎么有脸见女儿女婿呢 可是儿子才是我们老杨家的苗啊 女儿女婿毕竟是外姓啊 这钱分给外人 我真心不太情愿 再说了,当年他被人遗弃 是咱们把他抱回来的 为了养他,还交了好几百罚款呢 八十年代的几百块,那可是很值钱的 咱们把他养这么大,也不容易 他照顾我们也是应该的,这就叫回报 我怎么就跟你讲不通呢 我们付出什么 那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两个儿子,我们也对他们掏心掏肺 可结果呢 你自己说说,你有几年没见到他们了 他们可有给你回馈过一丝一毫吗 不是我泼你冷水 他们现在说不定都不认你这个母亲呢 你如果不信的话 你亲自去试探一下他们 如果他们也是孝顺的,那我就无话可说 任凭你安排 瞧你说的,而不嫌母丑 天底下哪有不认自己母亲的孩子呢 我那两个儿子可是最孝顺的 这些年他们没有关心照顾我们 那是因为他们工作在外地 离得远,鞭长莫及 你别把我们儿子想得那么坏 我决定了 明天我就坐火车,把钱给他们送过去 以后你我就等着享清福吧 见妻子一夫信誓旦旦的样子 丈夫不想阻止他,只不过他给妻子的是一张空卡 就怕他一时脑热全部刷给儿子 因为在父亲心里女儿的分量也很重 或多或少他都应该得一部分 第二天一早,黄大娘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 风尘仆仆的来到了大儿子家 妈,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跑来了 老大呀,你都三年没回家了 我们一直都很挂念你 这不,家里的农活也忙得差不多了 我寻思着过来看看你还有我的孙子孙女 你要是想我们电话打一个不就行了 突然跑来算怎么回事 仅是给我添麻烦 妈也不想啊,只是前几天你爸生病了 到现在还下不来床 我心里十分着急 你看能不能请个假回去照顾一下他 顺便带他去做个全身体检 妈,看来你还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果然还是给我们送麻烦来了 这几年不是我不想回去 而是我在这边压力很大 每个月的房贷车贷压力 我都快喘不过气来 还有我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 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我们天天为了钱都愁死了 恨不得24个小时都在工作 可不就是这样吗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们家穷的叮当响 房子和车子都没钱买 后来我妈看我们挤在40多平的出租屋内 不忍心让我吃苦 就帮我们首付了这套房 你们可是一分钱都没出 现在公共生病了 你怎么好意思来找我们回去照顾呢 大儿媳妇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当初我们不是也给了你6万的彩礼吗 才6万而已 那点钱能干什么 连个卫生间都买不起 可那时候能给你6万 已经是我们家最大的能力了 妈,少说两句吧 老大呀,再怎么说 我和你爸对你也是尽心尽力 现在他生病了 你真的打算不管吗 你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你爸是条硬汉子 虽然嘴上不说 可也是日夜想你回家的 如今他头发都白了好多 我见他这样 心里也不是滋味 我宽慰他 我说老大是最孝顺的孩子 一定会回来照顾你的 所以你可不能 不管我们两个老人呢 要不然这样 等你爸病好了以后 我们就搬到你家里来住 我看你们这套房子是三十一厅的 也住得下 如此一来 一家人也能团聚了 妈 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 你们肯定是不能搬来的 当初买这个房子 是我岳父母掏的钱 以后肯定是要留一间房 给他们住的 你们一分钱也没出 这里自然就没你们的房间 所以就别过来凑热闹了 对了 三妹不是离咱们家最近吗 你让她回去多帮衬一下不就行了吗 虽说不是亲闺女 但是你们也养她二十多年了 也该是她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了 这也是她的责任和义务 还有你女婿 她好像对你们挺上心的 以后你就把她当做儿子就行了 将来就让他们两个 给你养老送终吧 老大呀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也是我的儿子呀 我虽然是你儿子 可我肩上的责任重啊 我老婆是独生女 她父母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所以他们老两口 也只能指望我老婆以后 给他们养老送终 而我的能力也只够帮助他们了 实在不行 你去找二弟 让二弟和弟妹照顾你们 她家条件比我们家好很多 想必养你们两个 他们也负担得起 我真不敢相信 你会说出这种话 难道你真的忍心 不要我们两个老家伙了吗 不是我狠心 是我无能为力呀 你自己想想 你们来了能住呢 难不成打地铺吗 打地铺可以呀 我和你爸一辈子 什么苦没吃过 只要有个落脚的地方 就行了 而且等我们来了 可以给你做家务 接送孩子 我们每个月一千块的养老金 也可以拿出来给你补贴家用 你看行吗 我和你爸还有点力气 也没到需要你们伺候的地步 你就让我们过来住吧 对了 你从小就喜欢吃妈包的水饺 等我们来了 你想吃多少就有多少 泡泡 你说够了没有 你别以为用这一套说辞 就可以打动我们 就算你儿子同意 我也不会同意的 他有赡养你们的义务 我可没有 虽然你们两个现在还能干活 但以后肯定是个累赘 我可不想背着这个累赘过一辈子 大媳妇 你怎么这么抗拒我们呢 当初你生大孙子的时候 我也是没日没夜 伺候过你的 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 那次你剖腹产 伤口痛 乱发脾气 动不动就骂人 吓得我和你公公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每天换着花样做饭给你吃 把你和孩子 围得白白胖胖的 晚上我就守在你床边看孩子 就怕孩子哭闹影响你睡觉 一个月子下来 我也瘦了好几斤 说句心里话 我对你也是真心呆过的 处处为你着想着 虽然月子之后我就回去了 可到底我也是出过力的 做人还是得摸着自己的良心呢 你现在怎么能说出 这么没良心的话呀 你的恶好 那是你当婆婆应该做的 我可是替你们老杨家生了大孙子 你照顾我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当初你没照顾我 今天我连家门都不会让你进的 我这已经给足了你面子 也别不知好歹 此刻的老母亲心里拔凉拔凉 她还抱有一丝幻想 希望儿子可以替她说两句 老大呀 你看看你娶了个什么样的媳妇 再怎么说 我也是她的长辈 她还敢这样跟我说话 太没教养了 从我进门到现在 我连一口水都没喝 就听你们夫妻俩 在这里数落我了 这也太不笑了吧 妈 你要是没别的事的话 就早点回去吧 兴许还能赶上最后一趟火车 儿子 好歹你也是我一把拉扯大的 你可不能只听你媳妇的话 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啊 其实我老婆说的也没错 她和我结婚后也付出了很多 我不能对不起她 你不是说想我吗 现在你也看到 我在这边生活挺好的 你就回去吧 等我有空了就回去看你们 没事的话你就别过来了 如果要是让周围的邻居 看见了多不好 是啊 我老公总跟别人说 她父母是开大饭店的百万富翁呢 万一让人瞧出是你这样的 那我们就太丢脸了 妈 你看你这穿得拉里拉他的 一看就是乡下来的农村人 我的面子还往哪搁啊 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 本来我还想着 你能留我吃顿饭住一晚呢 我也好见见孙儿们 没想到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要赶我走 想住这里是不可能的 你的孙子也早忘了你这个奶奶 我们房间刚化了新的备单 如果被你用了 那岂不是要丢掉 现在也还早 你回去完全来得及 就别给我们添乱了 你们真是狠心的夫妇 我再也不会踏入你家半步 老母亲说完 心里又伤心又气愤 她来到车站 买了张去小儿子家的车票 小儿子一家又会怎么对待她呢 故事未完 下集更精彩 老母亲到大儿子的家里 吃了一鼻子的灰 三个小时后 老母亲又来到小儿子的家 谁知刚敲开门 扶着面膜的小儿媳 把老母亲吓了一跳 嗯 我还以为是谁呢 你怎么跑我这来了 真是稀客呀 小儿媳妇 你这脸怎么了 是不是生病了 瞧你说的 真是个土包子 跟你解释你也不懂 说说你吧 今天来我家有什么事 不瞒你说 我这赶了一天的路 肚子早已经饿扁了 你看家里有什么能吃的 先给我对付一口吧 你是来讨饭的吧 你看看你这所作所为 真是让人不齿啊 不过你来的不是时候 我家没有水没有饭 我们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 而媳妇 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你们家明明这么有钱 就这房子的装修 一定花了不少钱吧 有钱有钱 那也是我家的 跟你可没半毛钱关系啊 当初我嫁过来的时候 你们就给了五万彩礼 后来我才知道 大嫂的彩礼是六万 你们从一开始 就厚此薄彼 或者说你们就是看不起我 想起这些我就生气 既然在你们眼里 大嫂比较值钱 那你现在肚子饿了 当然要去她家了 何必来找我呢 你们当初对我抠门 我现在也不会对你大放 你从哪来就回哪去吧 儿媳妇 你这分明是不讲理啊 当初五万彩礼 是你母亲提的 她说你们家那边的彩礼 是三万起 让我们给五万 我这么做 不仅是对你这个儿媳的重视 也能让你娘家有面子 你忘了这些话吗 我妈提五万 那是因为不知道 你给大嫂的是六万 可你明明是知道的 你却还那么做 你就是一碗水没端平 算了 我不跟你扯这些 我儿子呢 让他出来跟我说话 你对我这般无礼 我倒想听听 他是怎么做的 你还好意思提他 想让他跟你撑腰啊 你就做梦吧 你们在他读书时 对他不闻不问 生活费也不给多打 你觉得他对你们 还有感情吗 这几年他都不回去 和你们过年 这已经是在表明态度了 他早已想和你们 划清界限了 不是我们对他不闻不问 而是我们整天 在地里劳作 通讯又不好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老二 他又说没空 要么再上课 要么再打零食工 我们也想给他寄钱 可我们能力有限 虽然寄得不多 但是能挣够他的学费 就已经很难了 真是一派胡言 反正他现在不在家 你怎么编都可以了 不过我告诉你吧 我老公说了的 他不想认你们了 你赶紧走吧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这个不笑儿媳 既然你们如此绝情 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和你们联系了 一天之内 黄大娘在两个儿子家碰了两次灰 她内心悔恨交加 伤心不已 回去的路上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 而家里的老父亲早已住进女儿的家里了 女儿女婿对这个养父可谓是关怀废致 闺女啊 我这一来 又要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妈去探望 你两个哥哥了 兴许要好几天才回来 你们可千万别嫌弃 我这个老头子呀 爸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 就算你在这里常住都没关系的 你是我的父亲 你们养育之恩 我无以为报 我应该好好报答你和照顾你的 爸 小婷说的是啊 你就安心地住下吧 你一个人在家也是无聊 来了 我们这里也热闹一些 回头我弄个鱼竿 没事的时候咱也俩钓鱼去 好啊 我也好久没去鱼塘旁边钓鱼了 咱俩明天就去 那就这么说定了 老婆 你在家里先陪着咱爸 我去菜市场买点海鲜回来 然后再买点水果和点心 爸好不容易来一趟 我们得把它照顾好了 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做油闷大虾和清蒸鲈鱼 我记得这些都是咱爸最爱吃的 那你快去吧 再买点水果回来 挑爸喜欢吃的买 我也好久没和爸聊天了 你快去快回吧 梁白开说完就出了门 一个小时后 爸我刚去商场逛了一下 这台足疗按摩仪正好在搞特价 只要三千多 你赶快来试试吧 女婿啊 你怎么突然给我买这个了 我一来就让你花钱 这可使不得了 你可别这么想 以前你老说脚酸没力气 其实小婷很早就想给你买了 以后你每天睡觉之前按一按 可以缓解你的症状 爸你就别心疼钱了 你和妈为了我们辛苦了一辈子了 现在就该我这个当女儿的 孝顺你们二姥姥 我们两个白天去上班 要是你自己在家觉得无聊 也可以到楼下去走一走 好孩子我太感动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你们以后别再为我花钱了 现在挣钱也不容易啊 就在这时黄大娘打电话来了 老两口互相说了彼此的待遇 黄大娘当机立断自己留一百万 然后把三百万拆迁款全部给了女儿和女婿 第二天想着老伴在儿子家的待遇 老父亲愤愤不平 他果断在家族群里打了语音电话 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真的是太不孝了 我和你母亲辛辛苦苦一辈子 为了你们劳作 想不到换来的却是你们的无情 既然你们如此绝情 不让我和你妈去你们那边住 那这辈子我们再也不会去打扰你们 我们父子的情分就到此为止吧 不过诀别之前 我老头子有几句话要跟你们说 我们老房子已被拆迁了 拆迁款也下来了 总共四百万 这些你们没份了 听到前三句的时候 两个儿子还在无动于衷呢 当老父亲提到拆迁款的时候 两个儿子突然就不淡定了 爸 你说什么 家里居然被拆迁了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是啊 爸这么大的好事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你们的母亲不是特意去告诉你们吗 你们又是怎么对她的 她还说得出口吗 我和你妈养出了你们这两个白眼狼 算我们这辈子倒霉 不过 你们也别想得到一个字 我们决定好了 留一百万自己养老 剩下的三百万全部给你们的妹妹 不行 我坚决不同意 我才是你的亲儿子 妹妹只是养女 况且早已出嫁了 她没资格拿这笔钱 对我也不同意 我们才是老杨家的人 爸 你可千万别犯糊涂 家里的财产就应该分给儿子 本来这笔拆迁款 我也准备分给你们两兄弟的 但是你们两对夫妻的做法太让我寒心和失望了 爸 你怎么能这样呢 那么多的钱你一点都不分给你大儿子和你大孙子吗 你大孙子现在还没房子呢 过几年他就要结婚了 我们还在为这事发愁呢 所以你得把四百万给我们 我们的日子是最不好过的 嫂子 你怎么说话的 什么叫都留给你家 你当我们不存在啊 我老公也是爸的儿子 这拆迁款我们家也有份 为了公平起见 你我一家两百万吧 爸 你看我这样分可以吗 他可是你的亲儿子 他总说 小时候你最疼他了 你可别亏待他呀 你们别做白日梦了 你们两个儿子和儿媳都不孝顺 逢年过节 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还要管你们那么多吗 从今以后 你们爱 怎样就怎样 反正我一分钱都不会分给你们 爸 你别生气 我发誓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 你不是生病了吗 我现在就请假回去照顾你 直到你健康了为止 大哥 你哪里懂得照顾爸呀 还是让我回去照顾爸 我最清楚爸的心情了 我能照顾好爸和妈 小叔子 你什么意思呀 想阻止你个回去 然后你一人独吞财产吗 大嫂 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 我老公回去是为了给爸尽孝 这是做儿女的本分 爸 之前我对妈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你们千万别放心上 我和我老公这就回去 把你们接来一起住 我家房子很宽敞的 足够我们一家人住了 不行 那之前就说了要来我们家住 他们应该先来我家 我家也有房间 是特意留给爸妈的 我还换好了新床单 全部是最舒适的 爸 你听见了吗 你大媳妇要好好孝顺你们的 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你们 让你们一养天年 所以那个钱你一定要留给我们呀 爸 别听大哥的 他们就是嘴巴说的好听 还是来我们家吧 我们一定好好照顾你 让你和妈天天开心快乐 你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好 不过我不瞎也不聋 你们没必要在这里演戏给我看 什么都不用说了 也不必在这里装孝子 你们是什么嘴脸 我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 你妈说的没错 人心隔肚皮 知人知面不知心 她去了一趟之后 就彻底体会了 你们以后都别回来了 我们就当没你们这些 不孝儿子和儿媳 以后永远都别联络了 老父亲说完就退了群 并把手机也给关机了 此时的儿子儿媳早已毁得不行 送上门的钱 竟然被自己的不孝给拒之门外了 朋友们你们支持老父亲的做法吗